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沉香如泄的风波和各种传言 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而最后的收场 是以杨子救场来告终 播出平台 聚方杨子的公司和团队 三方联合发布了声明 大概的意思就是 这部剧早就在筹备了 只可惜一直都没有找到 合适的女主角来出演 而之前网上传言的那些定装 照也都不是真的 这部剧从来没有签约过女演员 而最后 选择了让杨子过来就场 出演沉香如泄这部剧 合成一搭档出演男女主角 这个消息一出 有人说杨子重情义 有人说这是强行晚尊的做法 更重要的是 两边的粉丝为此起了争执 杨子确定了出演这部剧 不管是不是就场 最终的结果已经无法改变了 杨子的粉丝在工作室的微博下控诉 表示这一切都是资本伟大 杨子又一次做出了牺牲 所以说 从杨子粉丝的角度出发 他们都是不希望杨子出演这部剧的 早在之前有网络传言说杨子要出演这部剧的时候 杨子的粉丝就已经联合起来 抵制这部剧了 换头像 空评 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没能改变 而成一的粉丝那边也是不甘示弱 他们觉得 这一切都是剧方 没有定下来女主角的问题 和成一这个男主角有什么关系 而成一却因为这件事情被骂了一个月 都说他吓退了女演员 甚至于 还有诚意的粉丝 晒出杨子女二号的定装照 表示杨子并非逝去旧场 甚至还拿了女二号的角色 总而言之 两边粉丝互不相让 现在的场面也着实很尴尬 有网友表示 为什么别人的作品 都是简简单单的开机拍摄 而杨子的作品 总是有这么多的争议 和麻烦事而难 一部新剧的开播 居然需要三方来出声明 跟粉丝解释 杨子为什么会出演这部剧 这种情况 也的确是绝无仅有的了 还有人说 在这样下去 陈香如谢可能就会变成下一个 青三型了 青三型这部剧的风波 大家都是知道的 杨子和吴亦凡 共同出演这部剧 但是 这部剧在官宣的时候 就已经引起了 两家粉丝的不满 片方吓到不敢官宣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翻位 后来 是杨子和吴亦凡 各自官宣了角色 和这部剧的消息 包括之后的剧照 也都是各自在发 两个人的粉丝 为了翻位 也一直是争执不下 各部退让 甚至于连海报上的位置 自己的大小和颜色 高低 都需要量出个 方位大小来 有消息说 为了这些事情 杨子和吴亦凡 在片方 几乎都是不怎么互动的 双方闹得不太愉快 一部剧中 男女主角之间 不太愉快 那观众还看什么呢 后来 在2021年的 电视剧名单预告片中 关于青簪行的内容 只留下了吴亦凡 一个人的镜头 杨子的粉丝 再次暴怒 表示不会 再宣传这部剧 包括播出的时候 还有之前的阴阳剧本 各种风波 都曾经 陆续登上了热搜 杨子还亲自下场 回应了这些事情 不得不说 粉丝闹成这样 也算是毁了作品吧 之前的青簪行 如今的沉香如鲜 杨子的作品 为什么 总是会出现 这么多的事情 令人不解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